这是我想好的路线 两块经验蛋糕 三瓶药水 然后再步步局 但是有些老鼠开局就出现在我的脸上 正常的情况下 我上去一刀 他就应该会爆掉 但他没有爆掉 问题也不大 这时候我们再扔一个小抱住 看能不能炸他 很明显并没有炸到 这时候我们也不急 看看有没有老鼠过来 有个老鼠明显都看到我 他还敢过来 这很明显 瞧不起我剑客超为蓝鼠 所以他没了 是不是合情合力 遇到事情不要慌 先喝一瓶82年的小随机 再喝一瓶82年的小牛奶 这时候我们看到 一号他还不走 他还在庭院 这很明显 我们是可以打到的 也就是说 他送我们了一块经验蛋糕 并且送了一瓶饮食 这就很舒服了 一刀直接打包 并且这时候我们身上还有一瓶饮食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拿个经验蛋糕 然后再喝瓶饮食 然后再喝瓶随机 哎呀 太舒服了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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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迷路的小牢上去就只一个爪刀 有点紧身 不过还好我的拍子中了 打上连转之后 我觉得就直接上火箭了 没必要等 毕竟他们没有救人位 只要我不失误的情况下 一般我就可以直接把他们绑在 秒飞火箭上的 这时候我们只要等他们救 这时候他们来救了 但是他们的队友已经飞了 只要一个队友很明显 这个侦探也没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就把他抓起来吧 因为只要雪梨敢救队友的话 那么这个侦探直接就做秒飞了 漂亮 这一波他想吃蛋糕 我随手一推 他是不是惊呆了 惊呆了老体 然后上一个爪刀 直接送他离开千里之外 剑克这个角色 每个技能说真的 还有那么一点点优势的 并且我们要知道 也是雪梨赢救过人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放上一个夹子 雪梨只要救下来 那么他和他的队友都会消失 雪梨这时候还看着他的队友 连了一个线 我笑了笑 一个盘子接的好 然后我们准备好 再丢一个盘子 没有中问题不大 再丢一个盘子 问题不大 自描还是看运气的呀 还好我的爪刀打中 然后随手一个冰块直接动到 不愧是自描 不愧是一个好游戏 这时候我们再打一个刀 抓起雪梨 绑上火箭 他这雪梨坐上了火箭 我没留下 伤心的眼泪 我这时候该说再见了 青山不改 绿一长泪 我现在不可能再见面了 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经典这家的米特 现在是可以玩一下 如果我们开局 不点炸药堆的情况下 直接抓到一只老鼠 然后我们的等级会来到四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拿着胡椒粉 拿着老鼠 直接去砸无间 然后我们去点燃炸药堆 点完炸药堆之后 我们再刷新一下 等到最后一秒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他的队友 绑在秒飞上 这一波节奏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相当于 开局直接放飞一只老鼠 并且他的分数 能保持在两位数 说真的非常舒服 还有这个天使 一直在干扰我 所以他没了 是不是也是合情合理 看不完 这边就是 我证明的 你 我证明的